Hello大家好,我是来自澳大利亚的以望 今天我们来讲一下懒人理财1234 因为我身边的很多年轻人 每个星期挣的钱也不少 可是到头来整天不单说自己没有钱 而且还负债累累 然后我就跟他说 其实呢,因为我经常和年轻人一块出去玩什么的 开销什么的 有时候我也开支开的很大 那他们就说,老板娘你有钱 我说,这真的 我说你们挣的还真的不比我少 我这么说,我说因为我虽然挣的多 我开支也大呀,对不对 但是如果按理说你们单身的 挣这么多钱 不但剩不下钱了,而且还欠债 我说那你们这个理财肯定是出现了什么问题 他们说,哎呀,我不会呀 那个很难啊 我没有心思去记账啊什么的 我说,其实理财呢 有一个规矩 特别简单,你只要循着这个规律走 1234,我保证你啊 就算咱不能说是存很多钱 但至少危机的时候有钱花 平时有钱花 没有负债,该玩也玩了 这几样 好,那我现在接下来就说一下 懒人理财1234到底是什么 第一 最重要的一点是 你必须搞清楚你到底是 支出是多少 收入是多少 这是理财必定的 有的人说,哎呀,我不喜欢记账 我不要你天天记账 但是至少你得知道 你一个星期最基本的开销是多少 就算忽然间有什么大的开销 比方说你说,哎呀,我今天忽然想买个包几千 买一双鞋几千 可以,没问题 但是这个钱不是从你的,不能算你的日常生活当中 那话又说回来了 如果你连后面欠了一屁股债 你非要去买个两千块钱的包 那就是你的问题了 这不是理财的问题了 是你自己本身不懂得控制你自己 你都已经欠过一屁股债了 还背什么两千块钱的包 穿什么两千块钱的鞋子呢 至少你把这块时间挨过去再说 对吧 等我们把所有的负债什么都清空了 然后我再教给你们如何 给自己又能过好生活 又能买奢侈品的同时 又有钱剩 还可以拿来投资 那你搞清楚你的收入是多少 然后呢支出是多少 是你的日常开支 甚至呢也包括你的 比方说你每半年交一次啦 或者每三个月交一次的水电煤啦 每一年交一次的车保险呢 什么什么保险呢之类的 把这些也算在里边 算一个总年的情况底下 然后除去52个星期 因为我们这边是一个星期开一次工资 那我按工资的出 按出工资的这个周期来算 我们的钱 好那你如果你一个星期出一次工资的话呢 那我们就把这整年的开支 分成52份 然后呢也就是说 你每个星期除了300块钱的 固定生活费用之外 你可能还要准备出100到200块钱来 就是说100 200就是你整年的其他费用 除去52得到的这个结果 那为什么要存这笔钱呢 因为至少你在需要忽然交一笔很贵的单子的时候 你有钱你这笔钱已经准备出来了 而且你没有把它乱花掉啊 所以这个一定要准备那这这所以呢 生活开支和这笔钱呢是一定要存下来的 第三就是紧急费用 这个紧急费用其实是一次性的 我曾经跟大家说过 我们的手头里边必须要存有半年或者一年的这个紧急费用 这个费用是一辈子都不碰的 也就是说任何时候你紧急情况需要用 你拿出来用了之后你必须在你有钱的第一时间先把它填回去 有的人就说了 遗忘节我蜜月结婚可不可以拿出来用 如果你实在没钱你可以拿出来用 但是你挣了钱就马上填回去 或者说哎呀遗忘节我想买什么我可不可以用 可以用了马上填回去 这个钱呢就是它是你的安全值 它会一直一直陪伴在你身边 这样你在金钱上你就会有安定 这个心思就会安定下来 不会恐慌 那现在就讲就是第二步就是我现在讲的就是第二点了 就是把你的每日用每个星期日用的费用存起来 把你一年所交的那些其他费用除以52每个星期也存起来 第三就是紧急开支 紧急开支呢自己缩缩肚子 花半年或者一年的时间把这笔钱存起来 大概存多少呢就是你一年总开支的一半 这也就是说以防你忽然间失业了 你能保持住自己在三个月或者半年当中有钱花 这笔钱 而且存下来以后就不要再碰它了 最好不要碰它 你可以放到一个容易取拿的账号 放那存利息也好 或者是投资也行 但是投资始终有风险 而且拿出来的程序比较复杂 这笔钱呢最好是可以很快能拿出来的同时 可以帮你增添一些收入的 这样的账号是最好的 这三笔钱呢如果你可以把它从你的收入当中分出来以后呢 剩下的钱你就可以随意的支配了 那第三点就是还债务 我不知道现在年轻人是怎么想法 可能是信用卡的问题啊 很多人都喜欢花未来钱 那我们的未来钱债务呢分两种 一个是小的卡债 我们必须每个月都要清空的卡债 第二就是那个大债啊 比如说你忽然间或者是做了什么事情借了或者是读书借了一很大笔钱 那大债和小债有债务在身也是一样要寻求这个规律的就是先把该先把自己该存的都存起来 这是我之前说的那三样日用日常用的家里家电费用 然后再就是你的紧急费用 这三笔钱存完以后的钱才能拿来还债 反正你都欠了啊 你如果你这三样费用不拿出来 你将来要欠债的几率可能会更大 所以首先先把自己不欠债的这个路给堵上 确保以后不再欠债了 但剩下的债务就可以是它就会越来越少 你的心态上也会觉得越来越少 有个希望 如果你这头不停的借债 那头不停的还债 那你就会变成一个恶性循环 你的生活就变得一塌糊涂 你就不知道啊 我现在到底欠了多少钱了 我到底该花什么 我的人生都没有目标了 我好惨啊 就垂直状态了 其实非常简单 只要你照着我的步骤走 你就肯定让你的生活过得非常好啊 好 小债务大债务 小债务呢 尽量是每个月轻 然后呢 就是你这个债务里面包括什么 可能就是我说的 忽然间脑子抽筋 买了2000块钱包 或者脑子抽筋 买了2000块钱鞋 我的第一个选择是建议你回去把它退掉 如果你没钱或签债的话 最好把它退掉 第二 如果你真心想留着 可以 那你就要把剩下的钱 先拿来还债 把这卡钱还完 OK 大债呢 已经很大了 你大债怎么办呢 现在也不要有压力 把它分成 比方说这大债是5万 大好的加上利息 没问题 加上利息 或者是这个大债可能算是房贷什么的 我们都可以算在里边 把它分成几年 或者几个月 或者几个星期 我应该还多少 把它变成一小段 一小段的去还 那对方呢 也会给 那收债的人呢 也会心里安一点 因为你很有规律的 不停不停的在给他钱 他也在看 这个账是在一点一点的减少 而这个对于我们双方 对于我们双方都是一个好处 就是你的债务在减少 对方也感觉 你也在很有规律 很有信誉的 在还你的债 所以呢 这将会和你和他 建立一个非常好的债务和债主之间的关系 好 第四步就到了最后 那该存的存了 该还的还了 剩下的钱 你就可以随便花了 但是这个随便花呢 分两种 你是选择把它全部都花掉呢 没关系 因为这个时候 你该存的存的 该还的还了 你哪怕把自己花的是叮当响 都不怕 因为你的安全值 你的危机资金已经在那里了 所以呢 所以我就说 有的观众朋友说 哎不行啊 我这人就爱花钱 我喜欢把钱花的精光 没问题 你如果把你的生活的钱流出来了 紧急的钱流出来了 把该还的债还完了 你哪怕花的一分钱都不剩 对你的生活没影响 可以 完全可以 但是呢 如果你想让你的未来的生活 过得更好一点 让自己的钱 不要白白的流掉 因为现在年轻人 趁年轻挣得多 就不考虑未来 虽然我们有了一个 紧急 紧急的那个钱放在那里 可以确保我们 在生活很安定 但是如果你想过更好的生活 你必须要学会 拿你的钱来投资 也就是说 在你剩下的所有的钱里边 你可以选择一半拿去花 一半拿去再投资 多多少少都可以 投资什么基金啊 股票啊 或者是把它用在 某一些资产上的投资了 都可以 要学给大家 这个懒人理财四步骤呢 绝对是可以让你的生活 轻松愉快 过上非常美好的生活了 所以不要跟我说 理财很难啊 哎呀 一汪姐 老板娘啊 理财很难啊 有多难 有的人就说 哎呀 我可以先借债 等了我有钱 我再还 或者是说 我先花花完之后 反正我钱挣很了 我再还 可是如果你是 你的步骤 比方说我教这四个步骤 你的步骤错了 你的生活就是一团糟 你整天在债务的压力下 整天在生活不够花的压力上 整天买了东西之后 还内疚 不能好好地去享受的压力下 为什么 其实同样的钱 你同样的做法 但是你的顺序 如果错了 你的生活就是一团糟 所以我说 其实很简单就是 你把这个顺序理对了 你照着我教给你的步骤 一点一点的走下去 我包拯你的生活是 过得越来越好 财政是越来越好 越来越清晰 并且自己 而且还可以过上 非常非常高档次的生活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观看 记得帮我点赞分享 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 你们肯定看我在穿什么东西 这是 我们现在墨尔本 已经进入秋天了 这就是我年轻在TKMAX 买了一个大胚肩 就像毛毯一样 质量特别好 然后这个才二十几块钱 你看到了吗 这个布料超好的 特别厚 我就把它当成 像那个大毛毯一样 在家里胚着 我不是以前有大毛衣吗 也该退休了 现在变成大毛毯了 随便了 只要暖就好了 开戏就好了 所以呢 我觉得今天穿这个录影 还可以 还可以